女人走路时 不小心踩到了烧纸 她觉得非常晦气 赶紧摘下来 扔到旁边火盆里 还说 可她刚离开 老人眼中就露出凶狠的目光 晚上小美一个人在公司加班 突然电话响起 吓了她一跳 随后挂了电话 可没过多久 刷卡机怎么响了 她急忙站起身揍了过去 随后回来继续工作 可刚坐下 她非常崩溃 只好再次解除 然后拿起电话质问保安 小美放下电话 觉得怪怪的 突然灯光闪烁了下 可回头一看 却什么都没有 顿时觉得脊背发凉 于是急忙收拾文件 装进公文包里 想拿回家去做 随后来到门口 刷了下卡 您好 西等一期都完整 她刚要离开 突然发现脚上有张黄纸 这可把她吓坏了 抬头一看 镜子里还有个老婆婆 所以中原节时 不要脚踩明纸 画面一转 妈妈带着孩子祭祀祖先 她上晚香后 回到了屋里 哥哥见状 拿起桌上的贡品 随后撕开薯片 尖尖有味的吃了起来 可回到屋里后 她死死盯着笼子里的鹦鹉 接着打开笼子 把手伸了进去 吃饭了 她这才抽回手臂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不停地往嘴里塞 跟饿死鬼投胎一样 妈妈看到后 让她别吃了 还把勺子拿走了 没想到她直接用手抓 妈妈见她这样 大声吼道 不要再吃了 她则露出凶狠的眼神 气愤地走了出去 晚上妈妈听到声音 拿着扫把悄悄揍了出来 来到厨房一看 冰箱门开着 食物洒了一地 突然外面传来声响 她急忙跑了过去 顿时傻了眼 儿子正把鹦鹉往嘴里塞 随后大口大口咀嚼起来 所以中元节时 不要偷吃贡品 而另一边的男生宿舍里 也发生了诡异的事 小帅睡觉时 觉得身上非常痒 这么挠都不管用 于是下了床 想洗个澡 此时摄友还在玩游戏 她拿了条毛巾就往水房走 可进来后发现 一个女生正在洗衣服 她没当一回事 匆匆冲了个澡 出来时 女孩还在洗衣服 可睡到一半时 她又被阳醒了 手不停地在身上挠 见时间还早 又来到地面 迷迷糊糊朝水房走去 丝毫没发现前面的黑影 来到水房后 没想到女孩还在洗衣服 这次她在身上打了些肥皂 感觉好多了 并惊一看 她后背上都是抓痕 第二天早晨 小帅起床后 跟宿舍同学说 我昨天晚上不知道吃了什么 我只是很痒 还是跑去厕所 同学非常吃惊 我昨天在那边打了整晚 没有看你起床过 那真的假的 随后去厕所洗漱 也没发现异常 可刚戴上隐形眼镜 突然发现背上趴着个黑影 所以中原节时 不要深夜洗衣服 晚上一对情侣来到酒店 没想到是最后一件 女孩很懂规矩地敲了敲门 不好意思 打扰咯 随后打开了门 可刚脱掉鞋 小美就把鞋踢到一边 你干嘛 这样他们才不会穿你鞋啊 你也太夸张了吧 那我去洗澡咯 小美看到墙上的镜子 正对着床 于是找了条浴巾盖到上面 然后躺到床上 迷迷糊糊睡了一觉 可醒来后 刚坐起身子 顿时吓了一跳 原来闺蜜洗完澡了 你刚刚把浴巾拿掉 对啊 你要我裸体吗 她也没计较太多 随后来到浴室泡了个澡 可泡完后 灵魂竟然没有跟着 只留下一池清水 没过多久 酒店空间不断扭曲 闺蜜被一阵响声吵醒 见小美不在旁边 于是问道 雨家是你吗 见没人回应 于是朝卫生间走去 可打开门一看 里面正有几个人在吃东西 所以要谨记 隔夜水能聚阴 那么问题来了 中原节时 你还知道其他禁忌吗 镜子里居然出现个男人 脖子上还套着绳子 通过折射面 一层层的往前爬 吓得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就在刚刚 小美买衣服时 发现一个服务员都没有 于是自己去找试衣间 却没发现门上的体势 仅止入内 随后进入一个 有两面镜子的试衣间 他瞅了下 发现镜中有无数个自己 非常兴奋 还扭了扭小蛮腰 随后脱掉上衣 可换鞋时 突然听到房顶有声音 抬头一看 好像有东西动了下 不过他并没当一回事 拿起裙子往身上比了比 突然他愣了下 猛的一回头 发现有点不对劲 正在这时 从天花板上掉下一个东西 把他吓了一跳 定睛望去 镜子里多了根绳子 随后绳子动了下 从镜子缝隙里伸出一只手 紧接着就露出个人来 见此情形 他急忙往外跑 发现门怎么都打不开 而镜子里的人 还一点点往外爬 吓得我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眼看距离越来越近 他彻底放弃了 一转身 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突然声音没了 他急忙拿出手机 对准自己后 按下了录音键 而镜子里的男人 却不见了 他刚松一口气 旁边就掉下一根绳子 还有一条手臂 吓一秒 他就从镜子里露了出来 身体悬空 双脚不停地乱蹬 没过多久 就没了动静 那么问题来了 你被镜子吓到过吗 女孩有张陶瓷脸 人们都非常喜欢 而她却不想要 演唱会这天 她当着粉丝的面 拿起话筒 框框就是几下 顿时碎片掉了一地 嘴上则多了个 身不见底的大洞 可即便这样 真正的脸依旧没有回来 原来小美是个正常人 可因为不会拒绝 即便男孩 打翻了自己心爱的鱼缸 她依旧微笑着说没事 这天一个人逛街时 突然被星探发现了 说她是最完美的脸 笑起来就像玩偶一样 非常适合搭偶像 随后给她拍了宣传照 没想到刚一上市 人们都非常喜欢她 纷纷剪掉头发 争相模仿起来 而微笑保持气 更是一度卖断货 出门时受到粉丝的热烈欢迎 这天她想约闺蜜 出来喝茶 没想到被拒绝了 还在背后说 她整天就会假笑 根本不知道哪句是真心话 小美听到这些 非常伤心 把马桶拽子怼到脸上 想撕掉这张伪善的面皮 可惜失败了 随后接到经纪人的电话 让她参加演出 她又一次答应下来 可过隧道时 恍惚中看到之前死去的鱼 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改变自己 当演出时 看到台下热情的粉丝 她拿起话筒 对着嘴框框就是几下 吓得粉丝们哇哇大叫 此时嘴上出现个大洞 真正的脸还是没有回来 可粉丝非但没有嫌弃她 还觉得她很真实 更加喜欢她了 同款的口罩更是成了热销款 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女人夹着屁股跑进厕所 却发现第一个门是坏的 急忙跑进隔壁间 可刚关上门 就听到高跟鞋声 她顿时傻了眼 默默地坐了下去 公司就俩女的 这肯定是领导 不过她又解僻 先把卫生纸 扑到马桶上 然后才坐了下去 可过了半天 还没听到动静 难道是大号 这时听到案件声 原来领导在聊天 这可把她挤坏了 憋得小脸通红 就当她忍不住时 听到一阵水流声 谢天谢地 不是大号 突然包掉到地上 口红滚了过来 她是剪还是不剪呢 剪不剪都会被发现 于是慢慢伸出手 可弯腰时 她想死的心都有了 随后用脚慢慢踢了过去 领导抓起口红 拎起包 一抬脚冲了下马桶 因为她看视频 点了散和关注 领导这才走了出去 小美紧握双手 用力咬着后槽牙 领导擦完手后 拎起包就往外走 突然又停了下来 拿起口红涂了下 随后又抹起了粉底液 急得小美直撞头 可领导就是不走 就当她憋不住时 一抬头 发现人不见了 听了听外面没有动静 这才长舒一口气 扎门松开 一泻千里 而此时领导正在外面聊天 听到动静后 急忙揍了出去 那么问题来了 你上厕所时遇到领导 也会这样吗 女人的手指被割破 随后头发就伸了进去 这可把她吓坏了 急忙抓着头发 把她拽了出来 这还没完 吃饭时 头发掉到盘子上 下一秒 里面的番茄酱 被吸得干干净净 她非常害怕 急忙把头发绑了起来 恰好今天大姨妈来了 突然小美瞪大双眼 只见头发快速生长 慢慢伸进裤子里 等头发吃饱后 才一点点缩了回来 吓得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随后乱糟糟的头发 不停地抖动 跟抽风一样 没过多久 头发就拉直了 恢复到之前的样子 刚回到家 房东就凑了过来 还想占小美便宜 可她根本不愿意 偷偷拿出小刀 哭吃就是以下 房东吃痛 把小美按到床上 不料头发变长 顺着手臂往前伸 等小美爬起来后 顿时傻了眼 房东死死躺在地上 伤口处的头发 不停地蠕动 大口大口喝着鲜血 很快房东就成了干湿 小美抓着头发轻轻一拽 头发就从伤口里 一点点拉了出来 这可怎么办 随后就把房东 扔到外面 哭吃以下 落到垃圾桶里 原来小美是个自然卷 在公司 一点地位都没有 这天领导 给她一张名片 小美按照地址 来到一家里发店 让托尼老师 给她指发 就是过程比较痛苦 只见老师拿起大钢针 从头皮里穿了过去 把头发一根根 缝到了头皮上 疼得女人 哇哇大叫 由于没剪赞和关注 她眼前一黑 就晕死过去 等再次醒来后 就有了一头乌黑的绣发 小美对此非常满意 托尼老师夸她非常漂亮 说头发千万别碰水 可她没注意到 此时老师的眼睛 变成了金色 等上班时 乌黑的绣发 引来全场的目光 纷纷跟她打招呼 她因此慢慢自信起来 公司聚会时 男神竟然主动过来打招呼 顺理成章走进房间 当作游戏时 小美眼睛变成金色 头发迅速生长 缠住男人四肢 然后将酒杯打碎 狠狠地插了下去 没过多久 男人就被吸成干湿 小美清醒后 彻底慌了神 随便找了家理发店 想把头发剪掉 老师拿起剪刀 刚要动手 不料头发疯狂生长 下一秒 老师一声尖叫后 重重地摔到地上 没了动静 小美瞳孔变成了金色 女人看到这一幕 转身就跑 可没有头发速度快 被缠住脚脖子 她也领了盒饭 紧接着身体被头发覆盖 眨眼间血液就被吸干了 随着头发收缩 小美的意识才逐渐恢复 吓得她不停地大声吼叫 急忙回到公司 想问领导这是怎么回事 可刚进来 就看到会议室里 躺着一具尸体 而领导就坐在旁边 原来这是女巫的头发 曾经受到过诅咒 吸收足够血液后 她就能再次复活 领导拿起剪刀 刚要剪掉头发 手腕就被缠住了 剪刀飞走 随后勒住脖子 把她掉到空中 紧接着头一歪 就重重地落到地上 吓得小美转身就跑 穿过长长的走廊 突然一个同事走了过来 刚打了个招呼 她就被头发缠住 拽进屋里 只见地上的头发 慢慢升起 越来越高 渐渐形成一个人的轮廓 头发自动分向两边 定睛一看 就是刚刚死去的领导 还扭了扭脖子 这可把小美吓坏了 急忙躲进会议室里 幸好领导在门前经过时 并没有发现她 可一回头 窝了个乖乖 满地都是头发 随后一个个脑袋抬了起来 吓得我赶紧点了散和关注 看到这一幕 小美急忙跑了出来 不料走着走着 身后又出现一只眼睛 她大叫一声后 转身就跑 头发在后面不停地追 可没头发速度快 最后被缠住脚 一点点拽了回去 她急忙拿起剪刀 把头发剪断 这才化险为夷 打碎玻璃 拿起逃生锤 又走了回去 她不想逃避 拎着斧子 找到女巫后 她们的头发迎风飞扬 想要合二为一 突然小美恢复了意识 拎起斧子劈了过去 可女巫咋地没咋地 又捡起高跟鞋 用力一砸 正好嵌入女巫额头里 眼看鞋要顶出来了 她慌忙躲进会议室里 可下一秒 头发从门缝里钻了进来 吓得她又躲进里面一间 然后解下裤腰带 用力缠住上面开关 突然听到声音 扭头一看 女巫想从镜子里钻出来 小美捡起地上的枪 对准玻璃后 扣下了扳机 没想到这竟然是打火机 她真想骂娘 突然女巫吐出一口头发 玻璃上出现无数裂纹 随后头发就钻了进来 这使小美想起托尼老师的话 千万别让头发碰水 她点燃打火机 对准消防喷头 没一会儿水就冒了出来 喷到头发上 疼得小美和女巫哇哇大叫 她趁此机会 拿起剪刀 将街上的头发全部剪了下来 等再次打开门时 墙上到处都是头发 而女巫则躺在地上 不停地抽搐 显然还没死掉 小美则逃了出去 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画面一转 一框框头发被撞到卡车上 运往世界各地 不知道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